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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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镜子一看 嘴巴里还冒出两颗秀气的小虎牙 老皮给盯上了 老皮二话不说就要动手 青山仗着有把枪材侥幸逃跑 而另一边 老白从现任那里得到了老金公司的账本 随后发现原来青山就是与老金勾结的内鬼 但是老白和青山情同父子 不忍心将他揭穿 而老金却威胁青山 如果不拿回自己的账本 就跟他鱼死网破 但是眼瞅着青山迟迟不愿动手 老金只好派手下将老白暗算 并抢走了账本 但是这一下彻底惹毛了青山 他去找老金理论 谁知道老金发起狠来翻脸不认人 直接将账本给烧了 青山不服还想动手 却被老金带人将他从楼顶扔了下去 索性青山已经不是以前的青山 从楼顶摔了下去也没有要了他的小命 就在青山掩掩一息的时候 老皮及时赶到 并用自己的血救了他一命 而青山因为吸了人血也成了半吸血鬼 不能被阳光照射 如果他再吸一次血 那再也不能变回人类 将成为真正的吸血鬼 与此同时 青山勾结老金的事情被查了出来 瞬间成为了通缉犯 恼火的青山决定报复老金 他偷偷的转走了老金所有的钱 但是被老金发现 老金派人一路追杀 青山逃到一个歌厅藏了起来 无巧不成说 在这里青山遇到了半个月没见的女朋友绿水 两人还没有时间互诉中长 老金的小弟就来了 青山为了保护绿水 激动之下变身成吸血鬼 转眼间青山战斗力蹭蹭蹭的往上涨 一个人单挑所有人 没走几个回合 就把小弟们全部打趴下 但是老金怒火攻心 咽不下这口气 最后还是把绿水给绑架了 青山不顾老皮的阻止 前去营救绿水 而老金早已摆下阵势 等他送死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青山变身吸血鬼 二话不说就动起了手 严重着自己手下 被青山一个一个撂倒 老金将绿水掉在屋顶 要挟青山 这招果然管用 青山速手速脚 最后被一顿胖揍 打得鼻青脸肿 老金一看圣圈在握 二话不说就剪断了绳子 绿水直接从房顶摔了下来 一动不动 看到这一幕 青山彻底愤怒爆发了 再次变身吸血鬼 几个走围就差点要了老金的命 就在青山准备 对老金来一口的时候 一旁的老皮制止了他 因为一旦吸血 就再也不能变回人类 正在青山犹豫的时候 老金竟然偷偷捅了青山一刀 这一下可惹毛了青山 再也不顾其他 一口下去就吸干老金的血 而青山也变成了真正的吸血鬼 从此以后 每一个夜晚青山都会现身打击犯罪 而绿水也安然无恙的 回到了以前的生活 遗憾的是青山再也不能和绿水 过着没羞没臊的生活 电影就结束了 看了这部电影 丑哥这样说 如果你是青山 你会不会将绿水也变成吸血鬼 在频率区告诉丑哥你的想法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记得给丑哥点关注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下期视频 我们再见